巨峰城外的地图等级并不高 绕过一个山头就来到一个土匪窝 这里都是十五级的人形怪 不过这里的怪都是一群一群出现的 见人就全攻 而且刷新又快 所以新人们倒是很少来这里练集 不过对于叶茨和老四来说 这里还真是一个练集的好地方 叶茨直接把老四找出来 然后冲上去 几个群体技能就能扫空一片 要是有什么遗漏的话 叶茨再用上乱射补上几件 基本上也就全部挂了 这里的怪等级低 叶茨是没有什么经验 可是对于只有一级的老四来说 这里可是刷级的好地方 不过三四天的时间 老四的等级已经冲上了十七级 这天下线 叶茨才给自己泡了一碗方便便 对付一下肚皮 就听见钥匙开锁的声音 他心中一动 知道是父母和白沫回来了 连忙咚咚咚咚地跑过去 抢在钥匙拧开门之前就打开了门 兴奋地叫着 爸 妈 你们回来了 可是他才叫人就愣住了 这第一个挤进门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生 皮肤白净 脸色微微有些苍白 情绪也不是很高 总之跟一脸兴高采烈的叶茨是云泥之别 他抬头就和叶茨对上了目光 不过他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地跟叶茨点点头 算是打过了少虎 不是 这是谁呀 叶茨正愣着呢 左小兰挤进了屋 一把就把叶茨拉开了 唉 这么大个人了 见人回来还不让个地方 躲在这里收过路费呀 说着他又拉着那个小男孩 低头轻声细语地温柔说 破浪呀 这以后就是自己家了 别拘束 叶茨莫名其妙地看着左小兰 然后又看见叶南天也跟着进了屋 吸了吸鼻子才又看着他 小慈啊 你又不好好吃饭 家里不是还有东西吗 快点去 给破浪弄点吃的过来 叶茨更加觉得莫名其妙了 这是咋回事呀 走在人群最后的白沫 他拖着行李 反正是比去的时候多多了 冲着叶茨就嚷嚷 别愣着呀 快点过来帮忙 下面还有呢 望着白沫把手里的东西 给撂在屋里以后 一头雾水的叶茨 就着下去搬东西的名 一把就拉过了白沫 扯着他往楼下冲去 现在这个情况实在是太诡异了 他一定要找一个明白人 给他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沫是厚道人 并没有给叶茨卖关子 两个人一边往楼上捣藏东西 一边就把这个事情 给叶茨前前前后后的说了个明白 原来上面那个小孩是左小兰恩师 谭老头的孙子 谭破浪 他父母和爷爷奶奶都因飞机失事 全部都不在了 这次左小兰和叶南天 他们赶过去也是为了这个事情 谭老头家里没有什么亲戚 没有人操办后事 所以这后事全部都由这一帮学生给张罗了 等后事张罗完了 就只剩下这个小男孩了 没有监护人 年龄又不到独立的时候 他自己又不乐意去孤儿院 最后 这一帮同学便决定收养这个孩子 左小兰因为对谭老头的感情深厚 这争了一圈下来之后 最终给家里面把这个宝贝疙瘩给弄回来了 原来如此 叶茨双手抱着一个箱子 费力地往楼上班 呼吱呼吱地喘着大气 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小家伙的吧 可不是吗 白墨虽然是男人 身体素质也不错 不过是来来回回这么多趟 也有些气喘了 那这个小孩是跟你睡一个屋啊 啊 当然 要不还跟你睡一个屋啊 白墨白了叶茨一眼 他明显觉得 几天不见 叶茨的智商又有了本质上的下降 看吧你能的 我还不知道这个 我是说 家里不是没有多余的床吗 看你睡一个屋 你准睡地下 叶茨兴三乐祸 这下 轮到白墨 愁眉苦脸了 啊 这我怎么没有想到 现在可是冬天呀 虽然两个人嚼了不少舌头根 不过到吃晚饭的时候 叶茨还是对于谭破浪 抱一了十二分的热情 不说别的 才这么十四五岁就没了父母 放在谁身上 也让人心疼啊 谭破浪明显 还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他依旧显得兴致不高 就连吃东西也没有胃口 一小晚饭 爬了不到三分之一之后 就默默地坐在了一边 做小兰 将他这个样子更是心疼了 联盟张罗着 给这个小孩弄到浴室里 去洗澡之后 打发他上床睡觉了 当天晚上 白沫是睡在床上的 他那张一米五的床 两个人睡也没有什么 就是他总觉得别扭 一晚上 谭破浪都显得很安静 不过白沫总觉得 他有点安静地过了头 早上白沫醒了之后 就看见谭破浪坐在床边上 静静地看着白沫靠在枪脚的游戏舱出神 他以为小孩又神游太虚去了 也没有多问 只是拍了拍谭破浪的头 让他再睡一会 白沫前脚刚走 谭破浪后脚也跟着起了床 出了屋以后 他抬头就看见 叶瓷那打开房门的屋里 也同样放着一个游戏舱 于是又站在那里 发振了半天 直到左小兰叫他吃饭 他这才回过神来 快步地走到桌边上坐了下来 也准备开始吃饭 破浪呀 吃这个 阿姨的拿手好菜呢 你哥哥姐姐都喜欢吃 左小兰加了一个 煎得金黄的茄盒 放在了谭破浪的碗里 谢谢 谭破浪也不抬头 只是低声地道了一声谢 谢啥 一会儿阿姨叔叔哥哥姐姐 陪你出去逛逛 我们这里周围有不少好景色呢 叶南天呵呵地笑着 一脸高兴的样子 我不想去 谭破浪声音不大 却让左小兰和叶南天 那兴高采烈的镜头 一下子凉了不少 谁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吃饭的气氛就变得有些尴尬了 叶次抬眼 望了望坐在自己身边 低头往嘴里爬着范里的谭破浪 眼睛瞇了瞇 然后不急不徐地说 日子还长着呢 现在就把自己弄得那么悲伤 以后还有没有情绪看悲剧电影啊 十四五岁的小孩是懂事了 而且也算半个大人了 很多事情他们其实都想得很明白 只是有时候人就喜欢自己灌着自己 能放纵就放纵 左小兰和叶南天听到这话 脸色立刻就变了 盯着叶次 恨不得把这个死丫头刚才说的话 直接倒带回去抹掉拉倒 白墨也颇为讶异地看着叶次 在他心里 叶次就是一个小丫头骗子 什么时候也会说这种 颇有哲理的话来了 谭破浪自然也是听见了这话的 他拿着筷子的手明显地抖了一下 然后抬起头 用一种悲愤的目光望着叶次 那目光里不像是平时那样的绝望 甚至带上了一丝就要爆发出来的愤怒 叶次望着他这个样子 想起自己上一世的时候 失去父母的样子 似乎当时也是这么一副 要死不活的样子 他轻轻地撤了撤嘴角 又加了一块子菜在他的碗里 吃吧吃吧 你得有力气才能可见地哭 可见地悲伤 要是不吃饱 哪来的力气 贪破浪听到叶次这么说 猛地站了起来 他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看起来愤怒洁来 不过就算这样 他也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用那双已经因为愤怒 而冲血的眼睛瞪着叶次 恨不得直接把他吃了一样 看我干嘛 叶次眯了眯眼睛 皮笑肉不笑 小男孩到底经不住这样的刺激 撂下筷子推开椅子 开了门就冲了出去 破浪 破浪 左小兰大叫起来 白沫 快跟上去看看 白沫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给搞懵了 左小兰这么一说 这才寻思过来 立刻也追了出去 你这个死丫头 怎么说话呢 你不知道他们家里面的情况呀 左小兰伸手就拍了叶次两下 看样子 她是真的生气了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往人家的伤口上撒盐 是好玩的事情吗 叶南天 见左小兰已经矛盾 立刻拉住她 老婆老婆 你小小气 又不停地给叶次使眼色 死丫头 还不快去跟着找找看 要是人丢了怎么办 叶次呕了一声 不紧不慢地起身穿鞋 根本就把左小兰的大呼小叫 不放在心上 她叹了一口气 唉 这小男豪的自尊啊 谈破浪已经很多天 没有好好吃东西了 这一点 叶次是听白墨说的 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 叶次也一点也不担心 谈破浪能跑到什么地方去 再说 不是还有一个白墨跟着吗 她慢悠悠地下了楼 然后才掏出了手机 给白墨拨了一个电话 确认了白墨已经抓到了那小子 两人正在接心花园呢 就不慌不忙地晃着过去了 远远的 她就看见两个人坐在一条木头椅子上 白墨像个知心大哥哥一样 对着身边的谈破浪开导着什么 不过显然没有什么作用 那小子根本就不搭理她 叶次转身朝着一边的牛肉面饭馆走去 订了两碗面 让人一伙送过来 她这才走向了两人 还没有靠近 白墨就听见她的脚步了 转头看着她 这间叶次微笑着说 白墨 你回去吧 嗯 白墨有点奇怪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啊 你回去吧 再不回去就没菜了 叶次就站在白墨的后面 面色沉静 白墨还想说点什么 不过叶次却摇摇头 她了解叶次的意思 有些事情 大概是解灵 还需细灵人吧 于是她也不多事 站起身 拍了拍 谭波浪的头 转身离开了 白墨一走 叶次就坐下来 她也不说话 就是望着天空 这天气还真不错 就是天干冷干冷的 那小风吹在脸上 就好像刀子在割脸一样的疼 谭波浪望了叶次一眼 立刻想站起来 却冷不丁地听见叶次冒出一句话来 就你那小身板 好吧 跑不了多远就得趴下 谭波浪的身体又抖了起来 这回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冷的 因为刚吹了一阵凉风过去 连叶次这个过着棉衣的人 都冷得倒了一下 更不要说 这只穿着一件 担保毛衣的小孩子了 她终于是忍不住了 爆发出来 我和你有仇吗 没有 我招惹你了吗 叶次瞟了她一眼 暂时还没有 那你总拿话赐我做什么 我没有了父母 就要受你这种欺负吗 小屁孩已经彻底生气了 原来她是生气被叶次手落 后来是生气叶次那种不嫌不淡的口气 最后是因为叶次对自己的这种态度 让她终于爆发了 叶次没吱声 只是静静地望着谭波浪 自己的怒气发在一个全然不搭理自己的人身上 就好像一记有力的拙拳 直接打在了一团棉花上 谭波浪的心里的憋屈可想而知 她大叫着 我已经没有父母了 还要怎么样 我什么也没有做呀 我就是没有父母了 你是不是不想我来你家 是不是觉得我来你家是抢了你什么 我跟你说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我从头到尾根本就不想来 是你妈自己多事 大包大懒的让我来这里 你以为我真的想来吗 想来这里竟然离下吗 谭波浪那高亢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沙哑 甚至开始有些抽气了 她虽然是男孩子 可是这个时候满脸都是眼泪 叶次还是不说话 只是望着她 没有什么表情 小屁孩还是在继续骂 然后又哭 折腾得满头满脸的大汗 看起来挺自虐的 正巧这个时候 面馆的老板来了 端着两个饭盒 里面装着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红红的油汤 看起来很是有胃口 叶次接过来 伸手掏出钱 塞给老板 然后撇开筷子 端起一碗就呼吱呼吱的吃了起来 另一碗就摆在凳子上 靠近谈破浪的位置上 谈破浪本来好几天没有怎么吃东西 又发了一顿脾气 哭了这么一气 也渐渐地觉得肚子开始饿起来 看着叶次那 看着叶次那呼吱呼吱的吃着面条 不油的咽口水 可是他现在正惦记着自己和叶次的立场 他们可是阶级敌人啊 绝对不能屈服 他就这么想着 只是肚子实在不争气 就在这个时候 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他大为的窘迫 以为叶次会就此嘲笑他 却没有想到 叶次连头都不抬 只是淡淡地说 嗯 这家的牛肉面味道很好 凭我妈的手艺强得多 不吃也算可惜了 谈破浪听叶次这么说 很想端起来吃 可是又实在抹不开面子 只好哼了一声站在那里 一阵风吹来 他又哆嗦了一阵子 男人做事就要风风火火 想吃就吃呗 吃完自己给钱 叶次依旧低头吃面 不看谈破浪 不过说的话字字句句 都是对着他 谈破浪还想坚持着 可是到底顶不住 肚皮里五脏妙娜 不停地抗议 只得咬咬牙端起面 坐了下来 像是叶次一样 呼吱呼吱地吃起面来 一时间 公园里只剩下了两个人 此起彼伏地吃面声 呼吱呼吱地 听起来就很有食欲 父母不在了 睡见悲伤的事情 叶次一边吃面一边说 他瞥见谈破浪的手 明显地抖了一下 然后又继续说了下去 不过 那只是你自己的悲伤 跟别人无关 这回轮到谈破浪不说话了 只是埋头吃面 人在这世界上 谁没有一点伤心事呢 用得着和别人拿出来 大肆宣扬吗 这是找同情吗 叶次抬头望着远处 冷笑了几声 似乎又看见了原来的自己 其实根本找不到同情 没有人会对你的伤心事 感同身少 你就算再惨 在其他人的眼睛里 也不过是别人的事情 他们可以同情 可以感叹 甚至可以开热闹 可是 谁也不会往心里去 我没有大肆宣扬 谈破浪埋着头 往嘴巴里塞着面 低声地反驳着 你现在不就是吗 叶次笑了笑 悲伤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适度 多了就会麻木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这种道理我知道 谈破浪直傲地觉得 叶次就是在刺自己 用不着你这种人 来说三道四 叶次也不生气 她的心情 其实她真的理解 有时候 有些悲伤 要放在心里沉淀 因为那是一种珍贵情绪 人这一生 没有几次大喜大悲 所以 你要学会收敛 叶次将最后一口面 把腊进嘴里 然后开始 吃溜吃溜地 喝着飘着红油的汤 世界上 每个人都很忙 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陪着别人高兴 或者悲伤 所以 这种事情 还是不要麻烦别人了 人 总要自己学会 才能长大 叶次叹了一口气 仿佛又看到那个 满身是伤痕 却越来越可恶的自己 做人 阳光点 我以后 就是自己一个人了 谈波浪 一直不说话 过了很久 他才闷闷地 冒出了一句话来 听得出 他已经 没有那么抵触叶次了 至少 言语间 已经平和了不少 叶次不想说什么 深情的话 可是到了最后 还是摸了摸 他的头发 不是 还有我们吗 牛肉面 很辣 很烫 弄得人 真不舒服 眼泪 鼻涕 一把一把地往下掉 潘潘浪觉得 眼睛都花了 什么都看不清楚 他吸了吸鼻子 伸出袖子 擦了一下脸 然后 然后低着头 闷声闷气地说 我没有钱 付牛肉面 算我借给你的 以后你有了 就还给我 你很烦 你也不见得 多少人喜欢 等他们回到家 等他们回到家以后 左小兰 叶南天 和白沫都十分好奇 叶次到底和谭破浪 说了些什么 不过 关于这件事情 叶次和谭破浪 都默契地 保持了最高的机密状态 谁也不说